在幾年前大埔事件的時候 也就是說當時劉振宏外首悔田 當時的行政院長是吳敦義 吳敦義在99年8月17號的公文 承諾化地還農 園屋保留 在2013年的7月18號 劉振宏還是把房子拆了 2014年的1月 司法院提出判決 認為徵收不當 2014年1月到今天 有沒有去協助張家重建 有沒有把他徵收的土地還給他們 有沒有 張耀黃的這個土地 都市就要是化為道路用地 對 但是這件事情已經被判決徵收不當 應該返還 您知道嗎 那知道 但是他的判決裡面想到的 他的這個 都市計畫的這部分 土地使用的部分 他沒有疑義 他是說 徵收的程序 沒有進行實質的這個 啊 到底你是站在財團的立場 站在開發的立場 還是站在人民的立場 我站在法律的立場 OK 如果你站在法律的立場 我必須再跟您強調 104年判自209號 針對此案 內政部應急通知苗栗縣政府 發還所徵收的土地 這個是法院判決 您說您遵守法律 縮用機關是苗栗縣政府 但是 徵收機關是苗栗縣政府 整個徵收的審核 是在哪裡決定的 是所有徵收案子是內政部核定沒有做 但是徵收的機關是 這個虛用的機關是苗栗縣政府 你們違法 你們失當 可是你為什麼不積極的解決 但是都市計畫現在還是道路用地喔 土地徵收的審議過程 完全是封閉的 我們有去調查 來自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一百零一年樹根一字 第四十七號判決 他說審一個案子喔 這個案子裡面幾戶我們不知道 可能是十戶 可能是一百戶喔 四分鐘一個案子 你通過的一個公文 你蓋的一個章 代表著人民的血汗 代表著他工作的權利 代表他基層的生存權 你覺得這樣子的審議程序 合理嗎 土地徵收審議的程序 是不是應該公開透明 是不是應該實踐落實公共利益 以及必要性的原則 是不是應該要讓被徵收的人 來表達意見 是不是應該開放記者採訪 是不是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我們現在所有的審議案件 也都會提前公布在網上 剛好今天早上跟昨天下午 我分別有跟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的委員 都通過電話 沒有 你們沒有開放 你們開放只是一個條目 這裡頭牽涉到哪一些土地都未知了 這個 受徵收的住戶 跟受徵收的這個所有者 都是在你們審議小組通過的時候 才會收到資料 我要問的是這樣合理嗎 公布個人案名的時候 可不可以通知他 通知因為我們沒有他的 那個是新議員 你們為什麼會沒有 我們當然沒有啊 你們的地政司有所有的地幕資料 你們怎麼會沒有呢 我想啊 那一個是在 我們的資料可以互動 土地審議小組的這個程序 什麼時候要開始改變 給我一個時間 我們會來徵詢各界的意見 做一個 我們會徵詢各界的意見 一個月好嗎 一個月可能我們要收集大家 那兩個月好嗎 我跟委員報告 其實啊 兩個月好嗎 不是你聽我講 兩個月好嗎 我現在承諾你沒有用 好那開始討論的時間 請你告訴我 那個時候開始 我們跟陳部長 積極討論 在一個月內 一個月內開始 好一個月之內 我們來討論這件事